要说七月份最火的歌曲 那一定是这一首《童话镇》 截至目前 歌曲短视频平台 累计播放超三十页 我听了这么多的版本 还是忘不掉那个女人的演唱 《童话镇》 自从姚小棠和弦子翻唱了 这首《会开花》的云 歌曲便火速爆红短视频平台 截至目前 歌曲累计播放达八亿 不得不说 这首歌的宿命感太强了 我先哭未尽 你说翻阅那座天空 会有谁在等着我 梦是会开花的云朵 每当阳光窗口滚 我像是你的笑着我 在时光的最深处 能照着我 陈雪宁演唱的绿色 在此走红网络 旋律响起的那一刻 瞬间秒回19年的夏天 初听不知曲中意 再听亦是曲中人的 若不是你 若不是你独来冲击 或是我 我怎会把谁受的牵破 放任了 爱我的话你都说 爱我的心里不做 我却把甜甜蜜蜜 当作你爱我的躯壳 你也不想让我 我不残破 我也会把谁受的牵破 当时舍 若不是你 独来冲击 我生活 我怎会把谁受的牵破 放任了 爱我的话你都说 爱我的心里不做 我却把甜甜蜜蜜 当作你爱我的躯壳 独来冲击 我生活 我怎会把谁受的牵破 放任了 南方凯发行于今年六月的新歌 列车开往春天 却在七月爆红网络 短短一个月时间 播放量高达八亿 动感的节奏 加上洗脑的旋律 真的是越听越上头啊 刘洋洋演唱的人间半途 截至目前 短视频平台 累积播放三十亿 生活从来不是你想要什么 就有什么啊 好坏冷暖 都要一一经历 山一纯最近发情的新歌 纯妹妹 短短五天就在短视频平台 创造了五点六亿话题播放 歌曲被很多的网友吐槽口水 这歌可真不是谁都能随口唱的 不信你就试试啊 天乖乖乖的乖乖的乖乖 快笑起来 被重新演细节奏 被重新演绎之后 绝了 谁的爱太疯 人情的挥霍 每场城之和好之后 我们拥抱狂吻陷落 谁的爱不破 不配太爱过 不求明天永恒以后 眼神燃烧此刻 我估计春停雪的原唱 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八年前演唱的歌 又又走后忙碌了 歌曲讲述了一段 爱恨纠葛的虐恋 齐婉的触动情长 这一世太漫长却知不知 迟迟天涯间 谁仍既哪里花若雪世界 我心飞逝不可转 我心飞席不可卷 521年前的老歌泪桥又被翻红网络 还被网友改成各种AI翻唱版 人和人之间都有一座桥 那座桥是用眼泪做成的 而眼泪不全是脆弱 是我们勇敢交付的爱和真心啊 直到你也一样不想与表白 想想你的相爱 编织的妄言携带 天没尽头 今夜落花一样飘落下来 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真爱 寂寞的人 总是习惯寂寞的暗闻之手 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 就像站在烈日脚羊大脚下 天来狂奔地落在我的脸庞 19年前张范姐妹花演唱的 《如果的是》 最近突然翻红网络 截至目前 短视频累计播放21亿 歌曲表达女性闺蜜之间的独特感情 只可惜的是 这么好的歌曲 再也听不到两人同台合唱了 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 每天想我一次 如果你为我而诚实 如果你看我的电影 听我爱的CV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 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 为爱应该一次 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 如果你会开始相信 这般恋爱心情 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 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 每天想我一次 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 如果你看我的电影 听我爱的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 发情于今年7月的治愈系歌曲 《别听悲伤的歌》 短短一个多月 就在短视频平台 创造了五亿的话题播放 欢快用魔性旋律 让人瞬间入坑 风飘过云海 爱的烟火盛开 你要我出自新姿态 做自己的主宰 等月亮爬上你的状态 能不能别再听那些悲伤的歌 是不是还觉得 给的胜不够伤客 红朵区分的雨停了 那窗戏也散了 它掉一滴泪都不值得 能不能快戒掉 那首悲伤的歌 纯净无趣后 这算不是真的快乐 装扎都也不要软弱 热闹后过落寞 人心里的雨如何帮脱 张小涵演唱的古风歌 《毕上关》 随着黑神话悟空的大火 也再一次把这首歌给带火 因此歌曲还被网友 调侃为悟空回忆曲 歌曲描绘 穿越壁画 梦回堂场 爱恨情仇 接过往 繁华落尽 接成空 雪静染万千花光中 上苏佛看 色却梦成一夜一夜 竹烟盖 散不见枯花 昔日璀璨 却醒来 所必胜过 你我皆凡人 要说九月份最火的歌曲 那一定是这首凡人歌 随着电视剧凡人歌的热播 以再次把这首经典老歌给带火 截至目前 歌曲累计短视频平台播放56亿 少年不听李宗盛 听懂已是不获年啊 你我皆凡人 生在人世间 终日奔不苦 一刻不得心 你既然不思现 难免有杂念 把刀一方两旁 把例子摆中间 多少男子汉 一怒为红颜 多少同龄鸟 已成了纷飞烟 不要迷茫 不要慌张 不要迷茫 不要慌张 太阳下山 还有月光 姑姑发行与今年的新歌 不要慌 太阳下山有月光 刷屏全网 歌曲累计短视频平台 播放超52亿 歌曲一起温柔细腻的曲调 不知未见了多少人 不要迷茫 不要慌张 太阳下山 还有月光 它会把人生不照亮 陪你到相聚的地方 不要迷茫 不要慌张 太阳下山 还有月光 它会把人生不照亮 陪你到相聚的地方 王菲菲发行于今年7月的新歌 Too Busy 凭借复古的节奏 赢得了无数小姐姐的喜欢 截至目前 歌曲累计短视频播放14.8亿 菲菲以其独特的嗓音和音乐表现力 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既生动又感人 令人不惊共鸣啊 感情无故意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busy Dying, dying, dying Feeling bad I'm too busy I'm too busy Living, living, living Feeling sad I'm too busy Drinking, drinking, drinking I'm too busy Thinking, thinking, thinking 9月份最火的古风歌曲 那一定是这首《探固之》 截至目前歌曲累计播放高达41亿 歌曲描绘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表达了对故人的诬陷怀念 《心风生难止,梦中永相思,等秋高看盛世,再探固之》 三两笔琢磨痴迟,不为几世,随手变成诗,万夫心思,此时寻你一句子 我估计徐怀玉做梦也想不到自己25年前发行的歌曲《探固》 会再次走回网络,还在短视频平台创造了23亿的话题播放 果然啊,潮流就是一个轮回 不仅一间就会卷土重来了 小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 请你们谢谢叫呀,暂时停下来 山上的烧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 小小小的一片云呀,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 请你们谢谢叫呀,暂时停下来 山上的烧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 灯狼不愧为华语乐坛的顶流 最近一场成都演唱会也再一次让它回归大众视野 演唱的多首歌更是重灯热歌榜 出走半生归来依然是华语乐坛的神啊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比遗忘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停靠在八楼第二路汽车 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荒野 2002年的第一场雪 只留在乌鲁木齐淡舍的情节 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 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耀眼 是你的红唇掩住我的一切 是你的体贴让我再次热烈 是你的温重柔情不化的雪 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 有一天这首歌会变老 就像老杨树上的枝啊 单一纯不愧为翻唱《大魔王》 仅凭两句演唱就把一首 19年前的老歌给带火 短短几天歌曲的播放量高达3.7亿 乃至于众多网友都在翻唱这首歌 真的好想每一首歌都从单一纯嘴里过一遍啊 有一天这首歌会变老 就像老杨树上的枝啊 可我还会一遍遍歌唱如同我的生命 有些人会慢慢消失 有些情感会渐渐破碎 可你却总在我心中 就像乎与伦比的太阳 我爱你中国 心爱的母亲 大湾曲晚会最大赢家王力宏 她继离婚风波之后再次登上内地主流平台 这无疑标志着她的全面付出 现场她深情演绎的《我们的歌》 更是迅速攀升至热歌榜 赢得了广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